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六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道家思想比瑜伽思想》 或者《愚家思想比道家思想》 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事认识 由甲方沙基湾观立中学对月科协欣中学 现在先为大家介绍双方辩元 甲方主辩几文欣同学 第一副变吴子欣同学 第二副变杨启同学 结变刘润芯同学 月科主变周悦心同学 第一副变徐蔚男同学 第二副变温子东同学 结变阮桥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拔萃南书院中文辩论队 负责老师王家朗老师 哈啰大家好 前那萨书院中文辩论队副队长 唐启胜先生 你好 香港树人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员 江罗留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 那萨书院在早前已经发布给这么多参赛学校的了 那请问双方对于萨书有没有任何疑问 那到时在叮声那方面是会有用人声的叮 还有我都会做手势示意的 那所以双方的变缘都要留意回荧幕的了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比赛正式开始 知请甲方主便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是否听得清楚 评判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订阅各位大家好 余家和道家都出自春秋战国 是诸子挂家中的思想学派 孔曼是余家代表人物主张仁义 正如论语所言 己所不育 目思于人 而老子和张子 即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主张顺其自然 正如道德经所言 信应自然 无谓而知 即是信从人的本身 而并非无所作为 而两套学说最大的分别 在于愚家要实践人 这种奉德 是有一套合为规范 正如论语言 克己復礼为人 即是克制自己的欲安 成全人德 相反道家并不会对人 有一套规范需要 根据 而变题中的处事 是指个人处理事情的态度 认识即指未来如何适应社会 而香港青少年的处事 认识其实跟当下社会状况息息相关 因此要衡量变题 就要比较道家和愚家 或者更贴合现今香港的社会状况 我方认为道家比愚家更能够帮助青少年回应社会状况 故此更适合处事认识 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比较 第一处事方面 愚家处事单一对比道家多于处事 愚家处将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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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可见愚家处事有特定规模式较为规范 例如父母去世 子女要守候三年 更有女性为首愚家征截 而微火烧死 总统事例都反映愚家处事古板 不会信应情况而更改 处事较单一 相反道家看待事物角度多元 处事亦因此较多元 例如《肖遥入中不归受制约》的故事 指出同一种药方 送人用此只能够世代票逝免税 而外地人用此由上皇制造高药 封打越国后备封地 可见只要不被世俗观念所触限 处理事情的方法就会变得多元更具灵活 而香港田野式固化的教育 就令到香港年青少年缺乏创意 处理事情都密守成规 因此香港青少年有必要在 处事上变得多元 提升自己的创意力 而正正道家比如家处事无禁单一 教人灵活变通 就是对应香港的社会现况 因此道家比如家更适合青少年处事 第二 应勢方面 如家克制自己 对比道家面对自己 2021年全球快乐指数 香港排名第77位 原地于发达国家 背后原因正因为现今香港社会压力大 青少年压抑自己的情感 欲望等等 因此香港青少年更加要做到 面对自我的情感 欲望 而并非无止境地克制自己 而如但如家正正是教人克制自己 正如论语尘言 克己復礼为人 相反道家教人厉解自己 直接面对自己内心身处 深压与欲望共存 正如西汉道家庄公平的老子子龟所言 信心所欲 耳和自知 也即使做事要信从自己的内心 不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但都要平和 都要以平和的心态加以折制 当然将香港青少年 处处压抑着自己 正正是现在所说求的克制 但这样并非与压力相处的最佳方法 青少年更加要像道家那样 认识自己自我的内心 做到情感、压力、欲望共存 并非日未克制 更懂得释放 道家比如家更适合青少年认识 最后想问有方 是否好像读如家这麽特定单一的做法 才最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呢 多谢各位 夹方主辨发言时间为4分11秒 无超时无需靠分 接着是月方主辨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正向镜头示意 请问听不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定 我方认为更适合指的不仅是个人喜好 而是更正面 例如我们选择适合青少年的书籍都会以什么是对青少年有正面价值为依归 而处思应世指的是如何应对当前社会的需要 并以此作为个人处理事情 代人节目发展自我的主理价值观 因此 变提的准则在于于当前社会特色下 大家上网络充斥着各种不良价值观 青少年思想和思想和价值观未完全成熟 未能够准确判断出所有的资讯是否有益 容易令到青少年不入企图 因此需要在较早阶段灌输青少年正面的思想 帮助青少年分辨是非黑白 令各实资讯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 如今鼓励以学习来认识世界 而形成自己的三观 如今思想更提倡人以礼智 以致教育青少年分辨是非黑白的思维 并仍然作为仗值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令到青少年有仗值去衡量是非 以认对社会不同的事件 除此之外 如今思想能够有助青少年建立正面人际关系 现今社会交友平台发达 令到青少年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同人交流 扩阔社交圈子 但同时也增加不交选友的风险 青少年阶段正正容易受到贫贵影响 所谓近珠者赤金麦者黑 如今思想正正要求结交优值的朋友 要广告众以轻利 并以优值有良有多民作为亦有的准则 可以促使青少年在结交朋友的时候 学习分辨亦有和选友、身交朋友 此外如今也提倡扎其善者而重置 鼓励青少年而身边的亦有为榜样 学习他人的优点以增值自己 令自身持续进步 第二是社会方面 如今思想强调为社会作出贡献 当今社会人人有平等学习机会 多样性的职业也都令到青少年 有更多的机会用自己的能力贡献社会 如今主张天下为公 是唱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希望透过教育 培养青少年服务社会的观念 正正因为社会需要不同人才 维持运作和进步 现在倡导播效国家 能够令到青少年有伟大的志向 担任这些崗位回馈社会 另一方面 如今思想能够有利促进社会和谐 现在人和人之间普遍存在着不同价值观 对不同事情有着不同的想法 容易产生争执 而透过如今思想能够同一价值观 并解决矛困 如今强调 技所不欲密切于人 认为人要互相包容并理解 同时要尊重他人 并体会对方的想法和处境 每人多做一步 站在对方角度想想 互相谅解才能够错过沟通减少冲突 要解决争执 最有限的方法就是解决起因 故此 如今鼓励的互相尊重 才是真正建造感和行的社会 众上所述 现在思想比杜家思想更适合 现今香港青少年厨师应勢 多谢各位 月方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49秒 无超时无需够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月方主便提问 发问时间为1分钟 之后月方主便会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然后有1分钟的时间去回答 限时到达前15秒会有一丁的提示 接着就轮到月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甲方主便提问 也请评判注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月方分指第1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2格才是发问的分数 现在有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转向镜头示意 师妹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丁 卓哥各位你好 原我所欲也曾经说过 身亦我所欲也 然亦我所欲也 而者不可得兼写身而取义者也 在有方 那是不是在有方的表情底下 是不是遇到所有事情都要写身取义呢 现今社会办法装给困难多 为什么不可以用其他更多元的办法解决问题呢 是不是在什么情况 是不是在什么时候都要做到 好像有方那样极端写身取义呢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去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準備時間結束,有請月方主便回答,你有一分鐘的答應時間,準備好請看鏡頭C2 試咪試咪,請問聽聽不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謝謝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剛才有方問我們為什麼瑜伽要捨身取義,而用多元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問題 有方說我們極端,但其實極端的是有方 有方從來都沒有說過要捨身取義 反而是有方你們不停留曲道家的思想 道家的思想是信應自然 但是有方就不停在說可以用多元的方法去解決 但是有方你們的解決方法是信應自然 但是你們根本就沒想過去解決問題 相反而做現在的思想是真正有出發點去解決問題 他們可以用著不同的道德的價值觀 例如是人意 他們用這個人意的方法去解決道德 就是用這個道德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我方不明白為什麼用道德去解決問題 是會變成了離方認為的極端呢? 多謝各位 接著輪到月方提問 請月方派出一位台上電源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請問,請問聽得清楚嗎? 做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聽 主席評判,在這裡各位,大家好 今天又方一出來就跟我們說 道家是信從人的本性而不是無所作為 而是面對自己 我方不明白了 是否無以為之 是否不是道家的核心思想 今天外方看到無以為之正正是道家親自提出的 那這些不是叫無所作為叫做什麼呢 請有方接著來跟我們解釋清楚 第二是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其實有方今天很過分 選擇以特質去掩蓋道家真正的態度 正正就是消極和放下欲求 在縮小自己的論證範圍 然而今天道家是提倡 為學日益為道日選 選之又選以至無為 這種無為正正是道家的核心思想 是他要求我們消除責念 而不是真正面對我們自己的追求 所以我方看到當瑜伽不是剋制自己 而是放任青少年去追求自己的夢想的時候 為何會更適合呢 有方定義道家這麼客責 只得無視核心思想消極 單一討論這個 時間結束請停止發言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 如果你想要好嗎 請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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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人的 請問我們 準備時間結束 好,有請甲方主編回答,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我請向鏡頭示 請問,請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大家首先感謝友方的問題 簡單總結,友方就是覺得友方今天消極 不如我們今天看看什麼是戰 自然其實就是順應大自然的規律 更甚的是,友方說無謂而知 的確無謂而知是道家的思想核心之一 但友方只是看了頭兩隻字,無謂 而忽略了後面的無而無不為這四個字 無謂並不是代表消極態度 也指不做了亂自然規律的行為 不做很多人的字 更甚的是,友方今天沒有放任原理 西漢西漢道家張君平 張君平的老子子歸 就跟我們說,信心所欲,以為截之 就是說信從自己的內心 不是克制自己的欲望 為什麼是友方的標準底下 就是放任原理呢? 多謝各位 台商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有請甲方第一負面發言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只有 師妹請問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今天友方主編提出了兩個論點 瑜伽是建立電話的價值觀 第二個論點就是瑜伽可以對社會作出貢獻 但是今天友方從來都沒有做過比較 為什麼瑜伽做到的事情,導家就做不到呢? 今天友方必須要交代清楚 來到一副這個環節 其實不難發現友方的衡量標準也正在類似的 你認為呢 這個思想就要令到青少年 令到社會有貢獻力的時候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青少年 適合了創造力 他不懂得靈活變通 那麼他們在處事、形勢方面就有點困難 不過呢,大家在處理方法 成效上面就有所分歧了 所以我們今天不妨在處事和形勢方面我們看看吧 今天友方不斷說我們 道家思想是一個非常消極的主意 無欲無求 第一,友方需要論證 到底這個論點有什麼理據可以論證出來呢? 今天友方說我們說老子所說的 就是無謂、義務不為 就是消極了 但是你們只看了頭那兩個字 是無謂的 而後面那四個字 義務不為 無謂不代表是消極的態度 而是不做擾亂自然規律的事情 不做多餘的事情 要順從自然 順從自己的本心 令到自己有多元的角度去思考 這樣正正就可以增加青少年的創造力 令到他們可以更方便地處事應勢 不如到最後 不如我們看看 為什麼道家思想這麼適合這個禮 這個世代呢? 現在日本人態度謙公 更深服務行業 平均每一天都鞠躬幾千次 所以就被氣稱為鞠躬機器 日本人會用各種禮節去規範自己 嘗試營造出一個和諧的社會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 微笑的背後 其實總是藏著一個非常之壓抑的內心 反觀 根據聯合國2019年全球快樂報告顯示 在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裏面 位於北歐的芬蘭 漸亂最快樂的國家 而丹麥狼威也緊追其後 北歐人的快樂秘笈 就跟他們的生活關係有非常之大的關係 他們熱愛、減復、自然 拒絕競爭 都跟道家思想主導的逍遙 不爭的境界十分相似 所以今天我方希望香港青少年能夠快樂 和具有豐富的創造力 最後想問右方主辯 如果要 如果 右方主辯就認為 現在香港青少年需要應對 要應對時代的需要 多謝各位 甲方第一副辯 發言時間為3分02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月方第一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主席評判正義 各位大家好 剛剛有方問我們青少年對社會的要求 是甚麼就是要作出奉獻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有方 其實根本就是不明白 道家背後的真正價值 道家背後的真正價值是消極 不爭 就好像道家思想有說過 上線弱水 水線利萬物而不爭 而今天有方說我們不理道家的而無不為 但其實今天真正不理核心價值是有方 今天有方只是說要跟我們討論自然 但自動忽略了其實道家背後這個核心思想 如果今天有方討論的只是自然的話 對消極不加任何意見 那今天的辯題意義又是請有方 我以後應該出來解釋 所以我們現在跳到有方的論點來看 今天有方說青少年是要用 跟欲望共存這個就是道家推崇的東西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道家提出的是消極 意思是遇上欲望的時候 不會刻意去追求這些欲望 而是偏向去握折欲望 所以請有方搞清楚道家的思想道理 才再來討論這個論點 今天有方又說用儒家思想處事應勢 就是解決方法單一 但今天有方完全沒有論證到 儒家思想如何單一 道家思想如何多元化 所以有方應該出來也再作論證 而且今天道家主張的是無辱無求 單一的才是利方 反共今天其實有方流曲了我們 道家思想的儒家思想 有方覺得我們重視儒家思想 要推行儒家思想 就等於要死守道德 其實這個根本就不對的 我們現在其實面對著社會 我們都有靈活變通 去提出一些新儒家等等的價值觀 而反共今天其實道家 才是沒有支持創新 沒有支持社會創新靈活的思想 因為今天連道家思想都不清楚 其實不追求不要求 為什麼道家會比儒家更支持創新這一方面呢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儒家思想 是推崇提倡學習這些 而當我們鼓勵要學習更多事物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不是為青少年製造更多機會去 做一些創新的方面呢 其實面對今天的社會 究竟什麼才叫合適 不然就是希望對青少年好為出發點 而不是無限放大他們的渴望 或者有口中的慾望這些 現實中他們可以是不想學習 不想努力都可以有錢勢 不想辛苦等等 但是如果信應他們自由 信應他們的慾望 所有都是要他們跟所有的慾望共存的話 一旦投身社會 其實這個只會是 為什麼不是痛苦一生呢 道家好像是開脫這樣 但其實說得不好聽 根本就是躺平 要行動是不是適合 是不是適合現題中的適合這一隻字 其實更應該是去討論 什麼對青少年好 什麼對社會有利才去做標準 而不是跟從青少年的所有想法慾望 而當前世局分亂 就應該是說青少年有一個良好的價值觀 和人際關係 現在強調的價值剛剛好 就是對應上述兩點 青少年才打好基礎 社會可能不完美 但應該去改變 就是要以幾欲立業立人 幾欲達而達人 因此今天才可以改變到社會 多謝大家 劉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10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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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聽不聽到 現在聽得清楚 不好意思 想問一下 有一位 在凡鴻鴻鯉的帳戶 是現在進去了 等待室 想問是否雙方的台下便宣 不是 是甲方的教練 好 明白 好 那如果甲方的第二副件準備好 可以向鏡頭示意 可以 丁 主席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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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方已經開始退立了 所以 某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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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社會正是因為現在的學而優質事的概念 並作為香港中少年的我們 還會壓力含衷 會負著社會身邊的人所帶來的壓力所帶來的期望 也會不斷和別人競爭 但共產的無為概念是指道不精中第三張說說不上而止莫不爭 即是只要社會不上正而錯 我們便不會和別人比較其他更好的事 而做到自己所做到的事 正應自然而是爭取功與命 令香港青少年可以更加尊重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上 減少他們無情無盡的壓力 其實青少年價值觀不單單影響我們成長的過程中 而是會一直影響著我們的人生 影響著我們的行為 甚至整體社會整體的觀念 以社會上的職場作為例子 當我們這班青少年在瑜伽的思想影響下 透過職場會見到在瑜伽的規範下 社會的約定性俗成下 令我們認為我們一定要持一個老闆上班 我們又必須做一個老闆到公司 我們不斷地工作 都是做好自己所謂的本法 正正是現在的規範欲 所帶來的影響 可見如果現在思想更深地的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有一個不定性的規範下 但我不懂思考當中是對是錯 只是不斷遵守所謂的規範 但相反的是 在道德的概念下 我們毫無規範 道德的規範是指道德經中 第28章所說的 知其寧守其寧為天下局 在不同事物 在不同角度有不同的一面 就是這個規範 我們在每個 每件事上都會不斷地思考 而為麻木跟隨 並明我們所有的規範 是比現在更為靈活 有更多的思考空間 先當青少年 看到道德的影響下 分分剩除 他們不會麻木跟隨老闆收工 才收工的等等 而去思考 這件事是否可以跟隨 這件事是對是錯 所以到最後他們是 不會再跟隨現在單一的規範 而是生其自然地 進入自己的思想 做出正確的行動 所以當今青少年 他們是最需要 亦是最想要自由的思想空間的時候 都會令他們發展得更加好 更加符合他們的思考模式 而現在只會和國安他們的成長 多謝各位 答方二座發言時間為2分50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月方第二座便 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偵探鏡頭示意 是嗎 是嗎 聽不清楚 是嗎 好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的標章是輸打贏要的 他今天和我們說要貼近社會的情況 但有方的論點 一個社會的離處都提不出的 相反我方的掌執就公平地包含了社会和个人的两个方面 请一方愈下的时间一旦跳入我方立场 和我们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的利处和闭处 接着提出更有效的比较平坛 一方同学其实在一辅同意的环节 都没有回应过我方所说的交友和可以建立更和谐的社会 一方同意可以建立更和谐的社会 那方能执着些什么呢 我觉得建立更和谐的社会的表面是一个很和谐的社会 但是人们就觉得很克制 人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压力和抑压的内心 首先一方我想问你方的是和谐是否不好 那表面和谐是否好过你方 其实根本上大家都是不争了 但是大家要抑压的内心 你方其实更加抑压内心的 因为道家其实道家他们不争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不会表现出他们任何的东西 不争不代表他们不想要这一样东西 他们不争只是他们觉得要接受道家的规范 而不争这一样东西不代表任何东西 再说了你方所说其实已经承认了一个方 已经可以和谐到这一个社会了 但是你方所说他们的抑压内心 是因为他们如果有很多不同的规范 会规范给他们大家 但是你方才是规限的 因为道家就是消极的那一方 有方一直在强调道家并不是消极的 根本就没有消极这一回事 但有方同学你要先提清楚 根本他们不争就是消极 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做不到就不争 什么都做不到就什么都不争 其实这一方是不是更加消极呢 你方很强调局限这个规则的 但是你方觉得局限的时候 是不是你方更加局限了他们的发展呢 因为你方根本就是 你方根本就是什么都不争不做的时候 根本就觉得没问题的时候 那你方是不是更加局限了他们的发展 是不是更加不利于他们的处事呢 你方根本非常强调的 他们现在是很单一 但是道家是很多变的 但你方其实从此占中都没有论证过 为什么渔家是单一和道家是很多变的 你方根本就没有说过 所以我方觉得渔家是更加多元化的 因为我们不是将2000多年的思想 完全搬到现在这一套 是令到他们现在我们的中心思想要重视道德 重视道德不代表要完全服从道德 你是要重视这件事先想想想 这件事符合道德 但不代表这件事就是你完全要服从他 我方根本就没有克制住他 克制的是你方 你方是要强调一样的就是完全不好 你做不到就不要争了 你方才是克制那一个 你方才是要规范他们那一个 你方可以说我们是局限 我们是莫守城说我们是克制这个方向 你方又说到 其实他们说这件事并不是消极的时候 但你方根本就是无谓而知 说到真的好像不是消极这样的 但是根本上你方的包装到 他不是的 他只是做不到就不做 就是什么都不做 但是其实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就不是消极呢 根本就是你方在扭曲 在过分理会了度假这件事的时候 我方不明白 为什么你今天还可以这样跟我来说 这件事不是消极 请你方同在这件事上 更加去用这个立场 更加和我们比较清楚 多谢各位 谢谢 月方以赴发言时间为3分06秒 没有超时不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发问 先请直 先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员发问 请便员开看镜头 并且试咪 试咪试咪试咪 他们听不清楚 听得清楚 但是有没有办法把镜头调下一点 好 谢谢 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问镜头事宜 可以 双方各位大家好 请订阅各种大小营业组织 都趋向扁平化的管理 以流程优化取代礼数 阶级等繁文育节 提升管理效能 更加贴近道家的无谓意志与自然 而对不是有方所说的消极 反而是摆脱于家的束缚 所以如果要符合社会发展 有方是觉得 于家思想和上述的改革方案 没有任何的冲突 还是觉得鼓励青少年继续受于家分途 更进一步循规道举 和回归阶级规条都没有问题呢 而有方又是在哪里 见到这种社会需求的呢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收到这种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方只是看到阶级化 但忽略了瑜伽的掌有次序 其实今天瑜伽都同样要求长辈去尊重后辈的一个榜样 这个瑜伽其实是双向的尊重 而不是理方所说的阶级化 所以我看不到今天瑜伽思想是如何阶级化 还有今天有方说倒架是减少人为干涉 其实今天如果是减少人为干涉 又怎样可以去到大家去追求欲望 被青青年去与欲望共存呢? 多谢大家 谢谢 现在请瑜伽派出一位台下变员发问 请变员开看镜头并请试麦 试麦 试麦试麦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主席听得清不清楚? 如果准备好可以向镜头试意? 可以 订 继续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流曲道家等于爱自由 爱自然可以好积极 有方举了奔欧国家以爱自然就是道家 绿色和平难道又是道教组织 海阔天空 歌词言论我者一心不羁放纵爱自由 按照有方今天的逻辑 有方中又爱自由 请问这首歌是不是又符合了 又支持了道家呢? 其实美国完全符合了有方放纵 但声爱自由 又是道家 想问有方相信这些例子 是否通通符合道家思想 所以想问有方同学 究竟今天有方的定义范围究竟是什么?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准备时间 在和是他一段时间中间? 一段时间在和言下 悉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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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悦的 準備時間結束,請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作答,準備好可以看鏡頭示意 請問,請問聽得清楚?主席聽得清楚?可以,定! 右方,今天不要再扭曲我方對道家自然的定義了,自然是代表世間萬物的規律,而我方,而我們人作為自然的其中一部分,當然要順從自己的內心想法 右方便說,原諒我者一生不經,放眾愛自由,為何這不是道家的思想?再來,右方需要論證為何道家思想就是覺得知識不重要? 老莊子就說過,生也有癌之也無癌,知識是無盡無盡的,而人的時間是有限的時候,我們就要篩選學習的知識 好的東西就學多些,不好的東西就學少些,道家的教育強調以人為本,令學生釋放出多元和自主性的空間,提升自己的境界,培育想像力 當道家思想能夠增加現今青少年的創造力的時候,為何又不是一件好事呢?多謝各位 現在請甲方派出第二條投下發問 市咪市咪市咪,請問聽不清楚? 可以再重複一次? 市咪市咪,請問聽不清楚? 現在聽得清楚? 現在聽得清楚? 市咪市咪市 America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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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请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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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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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